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 第14号台风参数 移动速度有加快 12号下午中心位置约在台北 东北东方海面偏北移动 暴风圈仍笼罩全台中部以北 及东半部地区 东北部以及北部风雨明显 预计13号午夜后 台湾本岛才会脱离暴风圈 解除海景的时间约在13号清晨 提醒民众切勿前往海边观浪 并注意强阵风探防及落石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显示 第14号台风参数 12日下午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北东方海面 向北转北北西移动 其暴风圈仍笼罩台湾中部以北 及东北部东部陆地 而北部及东北部风雨持续中 中南部山区雨势也逐渐增强 18点6点晚上6点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风速 降的可能就更多了 从7到8转成4到5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花莲的地方风力跟雨势 其实持续的已经在比较偏小一点的一个情形 最多的24小时累积的雨量排行 第一个大概就是在60带山的一个情形 24小时下来了大概有194毫米的情形 然后刺客山是第二 然后持续往下看 我们可以看到24小时的排行 大概都有在150到200之间 所以基本上在山区雨势还是蛮大的一个情形 明天8点的时候 我们大概就会脱离整个台风的影响 然后我们也可能解除了海军 台风及其外围环流 仍带来局部阵雨或大雨几率 虽然台风逐渐北移 远离花莲 不过沿海仍有长浪发生 气象局预估 台湾本岛脱离暴风圈 预计在13日午夜前后时间 结束海景预计在13日清晨至上午 12、13日两天 花冬降雨有缓和趋势 台东要留意可能有焚风发生几率 提醒民众随时留意台风动向 接着长帮彦华领事报导